19世纪,风靡的梦幻大裙子坐着站着,不论动还是不动,都美得要命,也真的要了很多人的命。 梅利高顾的诀窍,在裙摆里面的克里诺林群称,通常用金玉须、鸟羽、筋骨、钢圈等等做的。 1850年代后期呢,有记录的裙摆直径将近5.5米,日常着装要小点,大约2-3米,这也够夸张的。 穿上跟着大写的A字似的,裙子里边呢,就算藏点什么,不要太简单了,大裙摆完全可以挡住。 就算梅利高雅,危险也就来了,材质毅然,那时又又明火,裙子着火还没反应过来,就烧没了。 有风大的时候呢,裙摆进风,一头塞进河里的,上下马车的时候踩了裙摆半一下,滚落在地的。 月1863年,智利圣地亚哥叫藤失火,一堆大裙摆堵住了大门,没有办法逃出来。 甚至有打雷的时候,裙称里的钢圈其反应被电神网的,各种要命方法五花八门。 直到月1870年代,这种超大裙摆才被842裙取代,虽然看着很像个鸡屁股,但安全多了。